Ni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Poshimia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稍微看一下綠色的文明 綠色文明是選擇了Poshimia Poshimia這個文明在城堡時代的修教院裡面 可以研發宗教狂熱跟神聖思想 這兩顆氣可以讓他增加村民的移動速度跟血量 所以城堡時代的時候 Poshimia的經濟才會非常的迅速好起來 到了第五時代還可以打這個榴彈炮 火炮可以升級變成榴彈炮 那榴彈炮的話可以針對對方的工程器 或者是工兵 矛兵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甚至數量一多起 連一整團的遊俠都可以瞬間秒殺 所以Poshimia的榴彈炮是一個非常令人畏懼的存在 尤其是在團戰裡面 那除了榴彈炮之外 他的擊兵傷害也是非常非常痛的 他的擊兵有這個增傷效果 除了這個遊俠或是一般駱駝 傷害都是爆高的 再搭配他的奴兵或是火槍兵 組成一個超強的一個推進的一個軍事單位的力量 是非常強大的 很難解的 化學部分呢 城堡時代就可以去研發的關係 所以他的奴兵城堡時代如果研發化學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冤攻擊力有8攻 射騎士一發會有4滴血 其實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是viper viper選擇是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最大特色是他的馬凳科技 可以增加他弱馬跟騎兵的攻擊速度33% 攻速增加 非常快速的 那除此之外呢 他的兵工廠跟工程機製造所的 科技研發的肉量 是減半的 例如這個衝車一百萬一千肉 變成只要五百 然後兵工廠的這些升級 也是省下非常多的肉 所以保加利亞人呢 會比較推薦打這個強軍式的模式 會更好一點 保加利亞人除了之外 TC的部分 有這個50%的石頭減免 所以他到城堡時代 前期可以考慮插一根箭塔來防守也沒關係 反正你就算插一根箭塔 到了城堡時代還是可以按下一個TC的 所以他在前期來說 防守或進攻都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保加利亞人來說都不會太差 要盡可能的跟對方打一個軍事交換比較好 因為他跟對方通常會農輸對手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稍微說明一下 早上我已經有發過一次這一部的影片 我發現我的麥克風是被關掉的 有可能早上我在調整我的麥克風的時候 不小心按到關閉了 所以我早上那部影片是沒有聲音的 好險有很多觀眾有跟我講我沒有聲音 我馬上就去處理了 那時候我人在外面了 沒辦法做處理 現在趕快回來拍一下影片 來把這一部補上來給大家看 那這樣的比賽雖然我已經知道結果了 但我還是覺得這場非常精彩 那我們就來稍微講解一下這場的比賽經過吧 那麥克風這邊是選擇了一個很正常的開局 鹿肉呢也是吃好吃滿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開局的感覺兩邊也都是穩穩的 好這邊木頭八個人單伐木 OK 那待會還是有可能會再繼續補一個新的伐木場出來 可能會在這邊補一個新的 或是這邊再補一個也有可能 雙伐木的話效率還是會好一點點 好這邊是選擇了下軍營 那VIPER這邊封建時代稍微慢了快要一分鐘 那待會VIPER可能會打的比較被動一點 因為他這邊是選擇了20批上層封建時代 並不是那種極限肉麻開局 那VIPER可能也很清楚喔 這個文明本身經濟就不好了 盡可能不要去傷到經濟比較好 其實這遊戲真的是越晚上封建時代或城堡時代 其實經濟是越好的 因為這個升級的時候 村民樹會比較多一點 自然就會經濟會好一些 但前提是你越晚上的話你就要越有本事喔 可以手下對方的一個進攻或騷擾 你才可以越晚上 不然其實該上城堡時代或封建時代的時候 你還是得上喔 不能拖太久 那VIPER這邊選擇的是一級伐木跟一級農 標準的一個開局方式 到了封建時代直接把這個一級農林點出來 那這樣撈城堡時代的話 農田就不會這麼消耗太快喔 導致要花費大量的木頭去撒農田喔 這算是一個VIPER打世紀帝國的一個細節 因為以往的老玩家像是我也是喔 老玩家們的觀念都是HD時代那時候的玩家 都會覺得說一級農沒關係 到了城堡時代再點就好了 像這位玩家也是喔 他也是老玩家 他這個一級農也是沒點 但VIPER的想法一直有在更新喔 所以我覺得VIPER會這麼強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有一直不斷在進步 但有一些我們老玩家的觀念 有一些舊習慣一直改不過來 像這個一級農布點這件事情 那一級農布點有什麼好處呢 最大的好處就是上城堡時代會稍微快了那麼一點點 那其實這個觀念就是會讓大家覺得說 上城堡時代就是一切喔 確實也是這樣子喔 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這兩個差距真的差距蠻大的 畢竟城堡時代有騎兵跟頭子車可以用 但封建時代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肉馬 斗力跟這個毛兵工兵這些可以用 使用空間還是 超多空間還是稍微偏少了一點 所以以前的觀念都是 教大家趕快盡量支撐喔 不要跟對方耗太多經濟喔 那這邊工兵直接被逼了回家 毛兵這邊 繼續往前壓 但這邊VIPER這邊也只是讓對手回家裡 並沒有要真的要去騷擾或進攻 這邊要進攻有點困難 因為只有毛兵傷有點太低 而且這邊是有點下1級射 1級射應該是也走不進去吧 應該也不太敢會走進去 這個走進去絕對是送料 對手這邊可以再蓋一個木門喔 然後村民就會 這不是村民喔 這個毛兵就會被卡在這裡 動壇不等 好那Porsimia人喔 果然還是先到了城堡時代 那VIPER這邊也準備點下了 給城堡時代也補了 這邊VIPER是打算要打雙馬就 騎兵爆 因為雙馬都騎兵爆的話 對寶加利亞人來說 是一個超級強軍事的打法 那好處是 比這個寶加利亞騎兵 更早可以出關喔 不過你一開局喔 就要打這個寶加利亞騎兵的話 你勢必要挖石頭 那你要等這個石頭挖完之後 然後再去蓋下這個寶加利亞的營壘 還要再花一點時間喔 第一時間沒辦法去做騷擾 其實就會有點虧了 所以VIPER打的打法 還算是比較正統的 騎兵國開局的打法 雙馬就直接開始爆騎士 品種點下 然後待會直接按騎士 然後還有這個攻擊喔 跟防禦也要再點一下 那寶加利亞的 鴛鴛肉量是減半的關係喔 所以應該沒什麼意外喔 一上城堡時代就會去點下這個二房 OK 點下了 點下二房之後兩個馬就 騎士開始按 那波西米亞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局喔 十二隻工兵 那這邊波西米亞有個選擇方法喔 直接先下修道院跟大學這兩個東西喔 馬上去點出他的科技來說會對他來說好一點喔 那波西米亞果然是選擇了生女開喔 這邊對面是寶加利亞 馬國開局 出生女現在的好處就是可以去點生物之外呢 好 待會修道院喔 待會沒事做就可以來研發這個宗教狂熱喔 跟神聖思想喔 好 那波西米亞果然補下這個大學之後 馬上點到彈道學 彈道學補完之後就可以來補化學了 那現在攻兵的傷害是五加二喔 只有七攻而已喔 那打騎士的話是四房 所以現在只有三滴血喔 還算是蠻少的 但是有化學之後打騎士的傷害會非常誇張喔 很痛的 那白婆這邊可能會想要盡可能的在前期 在對方沒有行程化學之前喔 先去打個一波 削減一下對方的工兵數量 然後同時自己開下3PC 好 開農 然後給對手壓力 OK 好 這邊投石車沒有騎士去追 第一時間生女去招後面 應該可以招前面的沒錯 招前面攻擊生女的騎士 OK 直接招到一隻 好 反打一波 頭車也被打爆了 騎士這邊能再往上嗎 這邊其實白婆的單位是有可能打輸的喔 因為這邊騎士馬上補過來 有段距離 好 果然這邊白婆退了 這邊工兵數量只有6隻 其實並不多 好 那第一波的話 算是波西米亞的小勝喔 並沒有說大獲全勝 有點算是55開的感覺 好 也沒算55開啦 64開吧 波西米亞可能會好一點 那白婆這邊單位隨時有些損失掉了 那如果再繼續打騎兵的話 要思考一件事情喔 是要出繼續單純的騎士爆嗎 還是要出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去按這個奴兵阿 不是奴兵阿 奴炮阿或投死車喔 去解對方的攻兵比較好 那你單純只靠騎士的話 對方波西米亞 其實只要他累積到30隻攻兵 然後再補下現在研發的帕雪 30隻的話就可以騎士喔 全部箭矢都中的話 就可以射掉一隻騎士喔 傷害非常高的 要去思考 要不要繼續出騎士 就是這個原因喔 如果你不想要 讓對方有這麼多的工兵的話 那你就要一直去 用你的騎士喔 去跟對方換喔 換這個奴兵的數量 才有可能壓制下來 那除此之外 Viper可能還是要去 努力的喔 去抓到對方的工兵喔 才不會變成我剛剛說的這些結果 畢竟人家有34隻攻兵 可以激活掉一隻騎士 其實是蠻誇張的一件事情 好 扶下宗教狂樂 村民的移動速度大幅提升喔 大家看到這個 跑速來到了1.01喔 非常快速 那你看Viper的村民喔 其實跑速很慢 只有0.88而已 那待會再點下這個手推車之後 村民移動速度會再更快一點 好 攻兵看來是要來救喔 而不是要直接去Viper家裡 Viper家裡現在什麼都沒有 這個銀壘蓋這個位置有點微妙 如果是我會蓋這個高地啊 這個高地有銀壘 感覺也是更舒服一點 但不確定喔 Viper這個高地保留起來 可能是想用單位有個 單位優勢吧 你可以在騎士方面上面或是毛兵喔 高打低的一個優勢喔 這也是他現在在學習的一個新打法的樣子 我有觀察到他最近 有刻意的把這些高地喔 留給單位使用 而不是留給城堡 比較關鍵的一些位置喔 會這樣做選擇 這邊會找到嗎 好像有點難 好 這邊直接往下跑 那後面還補下了一個市角 帶回來做一個經濟買賣 那以前我們在HD時代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真正的高手 你要怎麼看他是高手 很快的方法就是 看他怎麼用使用市級 如果他使用市級 使用得當 妥當的話 那就代表他是真的一個高手 那這個其實有點龍頭 但其實大家多看一下 四季立國的比賽 就會發現 高手們喔 他們買賣不會讓自己的經濟太過失調 就是其實都分配的很均勻 不會有那種太多情況 那如果 當然啦 還是會有時候 東西太多還是要買賣一下 是正常的 但是他們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們有時候可以找到最便宜的價格 或是最華盛的價格 拿去買賣 像這樣子VIPER有沒有 哈哈哈哈 VIPER直接去賣了一堆 經濟喔 這是買吧 這個是買吧 買買買買 他只用黃金買經濟喔 這個就是一個很厲害的細節喔 好 那有足夠經濟 就可以讓自己點下了 這個 弓形劇 二級伐木 那待會二級農 也可以考慮點下 那這邊是先補下劍魚 先補劍魚是要來增加這個 瓶類的射程而已吧 這邊也補一個 所以我會特別講四級 原因就是這樣子喔 因為這個是 還蠻明顯的一件事情喔 就是玩久的人都會知道 但是其實對沒有玩 或是 只是在觀戰的玩家來說 其實並不太懂 這個差異會在哪裡喔 就是他們還是會把一些黃金喔 去投資在木頭跟肉上面 然後去做個調配喔 讓自己的經濟更好 這也是變強的一個小小秘訣 如果有想要變強的玩家喔 這些 數據喔 可以讓大家參考 也是 可以讓大家變強的一個途徑喔 好 這邊 破西米亞拿到了四個聖物 昨天 VIPER那支影片 他拿了四個聖物 跟又爆打一場 然後今天 換他遇到對手 拿到四個聖物 哇 VIPER這邊會很難打喔 破西米亞拿到這麼多黃金 對他來說 不太好 因為破西米亞超吃黃金喔 好 那這邊是選擇了輕騎兵打法 按了非常多輕騎兵喔 可能是想要阻止對手的僧侶喔 做一個壓制的關係喔 所以自己其實並沒有按太多喔 按到九隻就沒在按了 反正是很專心的 在爆經濟 然後挖石頭 然後用這個林壘 去保護自己家裡的領地喔 哇 這個就有點像是 脫藍的劍塔 保護農田流 只是這根劍塔比較大根 這個VIPER的打法還是比較不錯的 那 巴薩莉亞的話 我覺得我一直玩得很不順喔 尤其是在打天梯的時候 我有嘗試用巴薩莉亞上分喔 但我發現經濟實在太差了 很容易輸對手喔 那VIPER這邊喔 很明顯經濟是贏對手的 這個村民宿喔 已經領先了大概27村了 哇 這個4TC開得很早 那對手現在3TC繼續應運喔 3TC還沒有補下 所以經濟來說並沒有那麼好 欸 JUGOVIPER這邊抓到對方 繞單的工兵 也不算繞單阿 一整圖的工兵直接被抓到 第一時間沒有做反擊 直接鑽到這個小...裡面 那這邊清奇兵直接 吸個傷害跑掉 這邊想要來招騎士喔 來得及嗎 欸 突然招騎士但是直接拉走 被工兵射死 有點可惜 好 那這邊補下2級弓 琴騎兵傷害也會稍微 上升一點點 那VIPER的打法喔 還是比較算是正常的打法喔 並不會那種太誇張什麼 玩什麼 玩什麼寶加利亞工兵之類的喔 雖然寶加利亞是可以打馬弓喔 他也有重裝馬弓 也有三級射化學什麼都有 但是他沒有三級防喔 所以工兵來說 路線 很容易還是會被對方的工兵Counter 而且對方還有這個 胡斯派戰車喔 那50派戰車的話對工兵來說也是一個一大打擊喔 所以這邊打工兵開局的機率是偏低的 那比較還是有可能會出這個寶加利亞騎兵喔 或是用這個大陸馬 馬燈技術快刀亂馬直接斬爆對手 這是更高的可能性 那除此之外 寶加利亞還可以打這個 投石車喔 因為他的這個肉量 是減半的 科技研發減半 所以寶加利亞人打這個 投石車 工程器的路線喔 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好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對手要怎麼繼續打 這邊補下第四個TC TC一下的時間偏晚 村民術已經大概落後約四十四村左右吧 哇 這個村民術雖然落後很多 但是由於3TC還是比較容易上地龍時代喔 所以白河這邊沒有辦法上到地龍時代喔 但至少村民是領先很多的 而且這邊由於是按了太多新奇病的關係喔 所以還上不了 這邊按了十幾隻阿 十二隻的話就是960肉了 基本上可以連一個地龍時代了 那白河按這麼多新奇兵也是想要給對手更大的壓力喔 好 不管是奴兵阿 或是森柳 會讓對手覺得很難 很棘手 哇 結果白河這邊一個失誤 直接被招走了兩隻騎士 雖然對方也是死了兩隻森柳 但我覺得這樣還是對方賺到 這邊畢竟自己少了兩隻森柳 呃 對方多兩隻喔 這個差別就是有點大了 好 這邊抓個一波 新奇兵做到很多事情 結果後面稍微解一下對方斗力 斗力還在升級 那長槍變成升級喔 還是有點偏長喔 那下次改版的時候 長槍變成升級喔 會變得很短 而且肉量消耗也只剩165肉 當然這個步兵文明喔 守這個奇兵進攻的時候 會比較更輕鬆一點 我覺得下次改版的改動真的是蠻關鍵的喔 我覺得算是非常有的平衡 真的覺得世紀帝國是一款很不可思議的遊戲喔 東京做了20幾年了 到現在2023年還在更新 而且還是大規模的更新 還不是那種一直出DLC 削錢 削玩家的錢喔 而是真的有在用心在經營這個遊戲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很值得喔 推廣給大家一起來玩 好 這邊海下一個陰類 Viper在開始把自己的地圖控下來 那順帶一提喔 Viper其實他是有在玩心海爭霸的 那心海爭霸很重要的一點喔 就是偵察 偵察出了之外還有控圖 那Viper就是這兩點喔 我覺得他是玩心海爭霸有學到這個精神喔 所以他在世紀帝國中喔 控圖也是他的拿手好戲 然後還有這個偵察也是 那偵察來說 其實對每個即時戰略遊戲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心海爭霸更維持這種 那我覺得世紀帝國有點算是一半一半喔 因為新海爭霸比較多那種長建築物的這種打法 如果你沒偵察到就會很危險 但世紀帝國上其實還好 你即時發現了 還有很大的機率可以守下來 但我覺得Viper他就算 他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他還是會去努力把這個偵察做到好 然後再去提前一刻去做反制 像看到對手已經出完這個毛病了 他已經偵察到了 好馬上去按一堆毛病喔 大葵可能是要來升級戰毛病的來防守 來補下這個彈道血 好 那波西米亞果然點出了級兵 那Viper這邊會打保加利亞騎兵嗎 這邊還是一句按清騎兵喔 有點微妙 那如果出保加利亞騎兵的話 雖然上馬版本喔 還是會被波西米亞的級兵給戳爆 但至少下馬之後的版本喔 步兵版本是可以垂爆這些級兵的 差別大概是這樣子喔 好 Viper這邊直接用清洗兵 抓了這邊巨型頭司機 抓掉一台沒有問題 第二台應該也是OK 因為這邊弱馬量需量夠多 而且毛病現在往前了 但毛病有點尷尬 還沒升級好為戰毛病 這邊可能還是要趕快先拆掉巨型頭司機比較好 可能拆得掉嗎 用這些弱馬賺到600金 Viper這邊賺爛了 一個黃金都沒有減少 卻賺到對方600金 Viper這邊補下了大弱馬 三級工化學啊 Viper這邊升級速度超快 這是雙兵工廠在研發是不是 他是不是有兩個兵工廠 他怎麼研發這麼快 真的耶 雙兵工廠 三弓 剛剛不是還在點那個弓箭嗎 還有這個馬凱 怎麼三弓也要好了 哇這個果然是保加利亞的優勢 所有的兵工廠科技 肉量減免一半 真的是蠻多的 好這邊省下來更多的肉 可以出更多的肉馬 或是直接轉出馬凳科技 要轉出馬凳科技的話 保加利亞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邊毛病稍微反擊一下對手的疾兵 但疾兵戳到戰毛病還是有點傷害的 還是要靠這個城堡補一下箭矢傷害 好最近肉吸能修的回來嗎 還有一滴 喔唷 還是拆掉了 好封兵持續再輸出 哇這邊巨頭能修的回來嗎 好像可以 喔唷 究竟還是拆掉了 哇白魄這邊超賺喔 兩台巨頭順利收掉 第三台這邊也能打得這樣嗎 那這邊 戰毛病喔 確實是很煩喔 這邊其實波西密亞要考慮轉出火炮 或是榴彈炮出來 不然就是按幾台戰車 出來打其實也是不錯的 不一定要用這個強弩喔 硬去出這個黃金兵強弩來打 我覺得對他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現在轉出戰車來說的話 那要思考的事情 戰車要按很多嗎 還是按一些喔 還是要直接轉火槍喔 都是可以的 好這邊直接再上去砍個一波喔 但是這次後面修理的村民其實有點多囉 白魄這次能拿得下了嗎 沒有 哎呀可惜了 那白魄這邊轉出了寶加利亞騎兵 寶加利亞騎兵按了幾隻 但是不是在主線的部分 而是分隊喔 哇這邊是要來直接 衝爆這些 成本的概念嗎 上方的城堡還有兩千多滴血 兩台巨頭一樣在輸出 這邊大肉馬上前 有機會再戳到嗎 欸這邊疾病拉得不錯喔 直接往回拉 輸出一波戳掉了 唉唷 是不是三下可以戳11隻肉馬 哇傷害超高的阿 因為巨頭只是打到了地下 就被全部戳光了這些肉馬 看來白魄這邊對於這些疾病喔 處理的部分還是有點困難的 對方的火炮也出來了 火炮出來之後 巨頭司機可能會被打爆 要稍微小心一點 血量升一點點 修得回來嗎 火炮被逼的往後走 原來這邊有大量的洛馬貼了上來 別的對手只能把火炮先往後拉 但白魄除了在正面以外 側面也是拉了一些青旗兵來騷擾 地上農田到處都是村民的屍體 都知道白魄做了多少事情 好上方這裡又有一隊青旗兵喔 這邊應該是也要去抓挖金礦村民 這邊部分想要直接抓火炮 火炮依舊活著 村民的繼續把火炮血量給抬了起來 哇這火炮一抬就穩穩不死了 好這邊青旗兵果然抓到了金礦處的村民 爆砍一波 好這時候保家獵雅人Viper點下的板甲技術 充斥一點了 這邊轉出了雙手劍兵 那血液是不是要點一下還是他點完了 我剛剛都沒有看到欸 講的太專心了 他有點嗎 血液的部分 他這邊把雙手劍兵取消掉 然後去點攻擊 他忘記點了 他是連一隻兵都想要有折扣的那種 最客家的那種出法 只要有折扣他都不會放過了 你要先等那個攻擊點完 OK血液點下了 血液點下之後 火家獵雅人的近戰防禦會再多加5 總共會變成1加8的防禦力 近防是9 超級硬 那擊兵的攻擊力是6加4 10攻 打這個雙手劍兵 只有一滴血的傷害而已 超級慘 那如果BIPER這邊轉出了非常多的雙手劍兵的話 HOSHIMIA這邊會非常難打 一定要轉著火槍出來打 但BIPER應該也是會想到對方會出火槍喔 很輕鬆可以解掉 所以我就蠻好奇喔 在看的時候我就很好奇 BIPER這邊會轉什麼東西喔 去打火槍的部分 這個是去需要值得生死的一件事情 好這邊造個移波喔 好雙手劍兵點一下 開始出現了 1加8 雙手劍兵 來了 開墮 哇 傷害很痛 來這邊 劍兵無雙 1挑5都沒問題 1個人砍5個 葉問出現了 無雙雙手劍兵 就算你在高地也沒關係 就讓你戳 反正我不怕 好強阿 砍到一個不行 好 BIPER這邊轉出了寶加利亞超強的雙手劍兵 但蠻可惜的喔 寶加利亞是沒有劍兵勇士可以升級的 但我覺得雙手劍兵加上5防其實也是蠻夠用的 好 那現在BIPER的雙手劍兵只害怕對手的火槍兵喔 那我覺得火槍兵可以靠肉碼或是在毛邊去打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BIPER這樣一來一往 省下來的黃金喔 可以多出一點衝車跟雙手劍兵喔 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那讓對手的防守成本會越來越高 然後上方這邊的村民直接被雙手劍兵給砍爆了 雖然村民的移動速度很快喔 甚至比雙手劍兵還要快 雙手劍兵的移動速度是0.99 那他的村民速度是1.11 跑速稍微快了一點點 那火槍兵這邊稍微操作一下 射這個村民的傷害是非常高 但正面來說感覺不太可能打得下來了 這邊雖然有用這個建築學喔 稍微去擋對手這個肉碼突襲的路線 但終究喔 後方已經被鬧到聖武法治理了喔 所以前線的部分喔 應該會被BIPER反打一波 BIPER最擅長就是這樣子喔 給你多線騷擾喔 然後讓你守到無法 聖武法治理的時候 專心守家裡 然後馬上正面給你打個一波進去 好像這樣子 對手受不了了 這個自習式多線打法喔 超級強的 這個就是BIPER最厲害的打法 哇這個雙手劍兵真的是蠻狂的喔 攻擊力非常的高啊 16攻之外 進防還有9 怎麼砍這個級兵怎麼砍這麼爽的 火香兵雖然打雙手劍兵還是很痛 但我覺得靠落馬好像也是可以解決掉的 反正也不用黃金嘛 而且又有馬登技術 攻擊力 攻擊速度又非常快喔 你看這攻擊Delay只有0.7喔 非常快速 我們看這個雙手劍兵喔 雙手劍兵的話 攻擊Delay是0.5而已 0.7跟0.5喔 那你再看這個火香兵喔 會比較更久一點 0.4 所以0.7就代表他Delay非常非常短 非常快速的攻擊速度 我覺得Posimia這邊稍微可惜的一點是 他沒有轉出非常多的火槍去防守 那投資了太多東西喔 在強奴身上的關係 所以他的後期喔 這個榴彈炮也轉不出來 火槍雖然也不夠多 控圖方面也沒有太大優勢喔 畢竟人家保加利亞的控圖成本更低一些喔 銀壘基本上是城堡的半價價格喔 所以沒什麼太大的壓力 好我們就來看他經濟喔 經濟部分的話 應該是兩邊差不多吧 沒有 VIPER這前面領先太多了 VIPER前面領先四十幾村喔 我都忘記了 那這邊有四勝物的關係喔 所以Posimia經濟也沒有說非常到很慘喔 只有這個肉類喔 比較慘一點而已 但其他資源喔 其實比VIPER好上一點點的 那時候稍微輸一些些 那四勝物的加持喔 讓他經濟還是過得蠻好的 那VIPER還是比較打的偏濃的關係喔 所以後期喔 還是拿下了蠻多的一個經濟分數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